1月16日晚与网友晒出周杰伦的近兆 只见周杰伦一边下车一边喝着奶茶 只是这臃肿的体态怕是又胖出了新高度 照片中在昏黄的路灯下周杰伦戴着黑色毛绒帽 穿着黑衣黑裤披着一件格子外套就下了车 周杰伦的眼神看起来似乎有些茫然 但手中的珍珠奶茶却仅仅算出不放 这是在以身教学告诉我们尝试多喝奶茶放纵后的滋味吗 只是这不忍直视的体型也让伯主忍不住感慨 这么好喝吗你可别再喝了吧 对此网友纷纷评论 不能因为你有才华有漂亮老婆还儿女双全就放纵自己啊 你手心的优了美现在都嫌弃你不美了 小工具 别这样可能是熬夜赶心割水肿而已 后天就是他生日了对我们杰伦好一点 听说这个胖子要出新歌 周杰伦早前受访自称是甜食杀手 我真的很贪吃 看到什么都来一点 比较起最瘦时期 魏12星做专辑 拍摄8款机照片时 他小说我那时候62公斤 现在是75公斤 三年增胖13公斤 但他依旧自信十足直说 但是大家都看不出来 随后有粉丝就晒出对比图 打脸周董 在近日的伪星演唱会上 还有粉丝举登牌提现偶像 杰伦要减肥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